第二 那些违背律法的人 一生都很顺利富足 并没有遭遇祸患 为什么呢 第一 为什么这个只能问上帝 圣经没有直接回答的 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一问 看自现象违背律法的人 一生顺服 其实哪有一个人 一生顺服富足 没有这样的人 你看的不知道而已 那些富足的人 睡不着觉 跳楼的有的是 离婚的 感情破裂的 折磨精神的有的是 头突的有的是 但是相比我们 我经历的患难 他那么横通 好像是这样 作恶 为什么 什么祸害活千年 是吧 我突然急进我的手 突然守了公益 恶人横通 义人受苦 为什么 诗人们 先知们 古代的圣徒 也有这样的疑惑 但是圣经里面 有一些类似的解释 可以作为参考 就是上帝 为什么容忍他 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放任他 求护算账 将他放在滑脚之地 像诗篇说的 最终他醒来的时候 如何看梦一样 主啊 这个等醒来的时候 你如何看他的横通呢 积攒着 愤怒 任凭他 最终 求后算账 最终终极审判的时候 他的 祸就大了 还有一种事情是 上帝宽容 暂时宽容他 因为我们 没有看到他一生 除非我们目睹看了他一生 我们现在没死 他也没死 他的一生还没有结局呢 后半生 以后的日子 他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至少现在好像横通没事 做那么大的恶 上帝还没咒诅审判他 上帝可能在宽容等待他 这种恶人不有的事吗 保罗 成为保罗之前是扫罗 到处去抓基督徒 有什么恶比逼迫主 逼迫基督徒更恶的呢 虽然他是敬前的犹太教徒 自以为热心守律法 去侍奉上帝的人 但是他是逼迫教会 逼迫是主的人 上帝没有直接天降冰雹 或者一个雷电 或者从天上掉个飞机 直接把他灭掉 上帝要灭他太容易了 一个昆虫咬死他 就像咬死西律 也是轻而易举的 上帝为什么 给他悔改的机会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的事情理解不了的 有些事情就不要再问了 努力查考圣经 从圣经当中学习上帝 救赎的方法 上帝护理的方法 上帝对待不同事情上的处理方法 从其中发现一些智慧 上帝有些时候这么处理 可能有这样的旨意 但是不是对待这个人 一定是这样的 不一定 然后不知道 就在信心当中等候 相信上帝有公义的判断 最终的判断权交给神 不要妄论神 为什么不这样 为什么不这样 你就开始以你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上帝 审判上帝的不公义 上帝我这么惨 你看那个恶人都不公义 你的公义在哪里 你就开始自意骄傲 不小心在冒犯神 审判是神的事情 审判不审判 刑罚不行罚 该你什么事 你过好你自己就行了 还质问神 胆越来越肥了 这都不是什么敬钱的想法 当然你看到 社会上不公义的时候 基督徒 像哈巴古文也好 诗人也好 有很多这种 为什么恶人遭 义人遭遭祸患 恶人反而亨通呢 他们所行的禁动 和心所愿的禁动 成通上帝 为什么呢 有这样的困惑 祷告是可以 但是这个不是什么好的祷告 比起问上帝为什么 还不如在信心当中等候 仔细学习神已经启示的话 从中发现 上帝是仍然审判的神 他有他的时候 他有他的理由 他不必要向我们解释 我们仍然可以相信 他是公义善良的神 OK 这个问题暂且停留在此 哈 感谢观看